受冠病疫情的影响 登记成为骨髓捐赠者的人数猛跌超过九成 今年的只有1000多人 那骨髓捐赠计划组织表示 主要原因是推广骨髓捐赠的路眼活动喊停 而边境管控措施则让海外骨髓的运送过程更具挑战性 来看记者陈玉儿的报道 34岁的上电军 去年参加一项临床试验时 意外发现自己的血液有异样 经多次检查 他上个月确诊患上罕见血癌 需要接受骨髓移植 本地每年有约2000起血癌病例 骨髓移植是治疗关键 说访医生表示 疫情下让治疗过程变得更复杂 很多时候病者跟医院 跟那个组织医生都没有办法亲自见面 所以为了应付这个挑战 我们也是通过这个远程的医疗平台 让病者跟医生跟家属进行沟通 本地唯一管理骨髓资料库的组织指出 登记捐赠骨髓的总人数为 11万5000人 而原本每年举办的40场实体录影活动 因为疫情全部喊停 导致登记的人数下跌超过九成 组织也表示 边境管制和航班次数减少 让从国外送到本地的骨髓增添变数 不过在交通部的协助下 从疫情爆发至今已完成了31次运送